我們這次 這一波疫情 你知道 我們在戰術上最成功是 我們設的這個防疫級門診 就是那些快篩羊的 我就試同你大概是 因為快篩羊後來做PCR 到目前為止93、94%的都是 所以大概相當高的比例就是PCR羊 所以在臨床上其實 快篩羊視為PCR羊 93%是正確的 其實已經相當準了 所以就臨床上來講是可以用 那我們也因為相當有效的把這些快篩羊 要怎麼處理 我們有設防疫級門診 到現在為止 我認為這是我們這一波疫情 可以鎖住醫院量能一個很重要的戰術 就像我們去年有那個 防疫的旅館 你知道 防疫專制的旅館 可以分擔一部分醫院的負擔 讓醫院量能保住 那這次因為我們相當 按照這個Omicron 他輕症的百分比很高 你知道嗎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並不需要住院 他只要 他還是會發生喉嚨痛 但是我們只要有一些 簡單的治療來處理 就可以把它處理掉 所以你看看這張錶 深色的部分是我們 按照每個醫院說 他說他量能準備多少 不過是這樣 不見得每個市民都是 乖乖 網路預約 有的還是現場掛號 所以最後還是會多了一些 不過我們現在看起來 在過去三天你知道 我們實際到防疫基本診去用的 去使用的 一萬二 一萬三 一萬二 大概 差不多就在一萬三左右 沒有特別增加 我們會繼續監看這個 如果我們那個需要量真的上升很多 我們這個防疫基本診的量能也會再往上拉 原則上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佈了24個防疫基本診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不會開新的點 我們是讓舊油的量能再往上拉 因為這樣 這樣會比較有效 所以 只要我們這個防疫基本診 還能夠有效的把清症處理掉 我想我們這個醫院的量能還是可以保守住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這一波 算是比較成功的戰術運用 你想想看 一天有一萬三千人 如果沒有防疫基本診會發生什麼事 他全部給我去急診 兩三下急診就 就垮掉了 通常急診一垮掉 你知道喔 後面那個 那個住院系統也會跟著垮掉 所以這個還是要謝謝這個 我們台北市的醫院 大家都相當配合你知道 在很短的時間內 都把這個 防疫基本診開出來 我也知道我們現在防疫基本診 還有量能 水塵抗菌葉呢 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呢是沒有殘留 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 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喔 CTI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喔